由丫頭跟網紅CEO森田共同創辦的快店商 邁入第二年昔日舉辦頒獎典禮 身為好友兼導師的王思佳也特別出席站台 丫頭重複燕女王變大老闆意外曝光了超驚人身價 因為我們今年其實差不多是10億多 那我們當然就在想說 因為現在2023年我們在認真準備的 就是下一個階段到底應該要多少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特別喊了一個數字 來 大聲說出來 18億 應該18億 要保守一下 不是 因為去年就10億 應該通常要來個兩倍啊 20億或是30億 但我覺得還是要保守一點點這樣子 而且現在身價是多少啊 好像很狂耶 是全億 很狂啊 下億 這兩個其實都是一倍 我們很低調 而且現在越來越會賺錢 在家裡地位有提升嗎 我的地位一直都是一樣 沒有提升 浦哥還有沒有下一步的計畫嗎 下一步 我們變了下一步耶 你怎麼看我 每一年都會被問 對不對 對啊 你覺得我們去年紀者會也被問 我跟你講 年齡我到這個時候我都生一個囉 他們還問我說什麼時候要第二個 差不多的 我等你生三個的時候 我在第一次 第一次來情人節會有一些什麼活動嗎 你說跟誰 她跟她老公嗎 嗯 我應該是跟三年會也是活動嗎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我老公現在情人節就是我女兒啊 所以她有問我 她就說情人節我們要跟妹妹去哪裡 對 哪個家 而且我都是那個啊 幫忙拍照的人 嗯 因為我都幫忙拍了一系列就是那個 婦女穿搭 對 都沒有我 哈哈哈 就是都他們兩個 長進的人真的很辛苦 然後就我啊 欸 欸 我還要幫忙修圖 哈哈哈 背面 對 好優秀的媽媽喔 對 所以家豪的老公是沒有那種 不是儀式感的那種 應該是說真的在一起太久了 我們已經12年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像是家人 但她有做最浪漫的事是什麼 除了求婚 就是把我追回來那一次啊 喔 就 only one 可能就是那一次 可是我覺得她是不經意的啦 我覺得她因為畢竟是男生嘛 可能就大而化之 但是她就是偶爾會給你來一槍 可是這一槍可能就是 就中了 就中了 對就中了 那也太久了 12年一次 好吧就等12年